王您好 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曾伟 今天要电子股回神了 带领指数开高走高 收在今天相对的高点 中场是大涨了261点 收在17336点 成交量5247亿元 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现场 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于国际投顾的张雨明分析师 曾伟好 投资品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盘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雨明老师 好的 今天行业股回档 电子股反弹 涨了261点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 到底行业股走完了没有 电子股是不是开始要展开 一波绝地大反攻 那我想你要把它看清楚 看清楚了 后面就很大的利润 因为你做对边了 做对方向了 做对股票了 势必就会有 很大的获利空间 好 那我们看今天的盘面架构 那很明显的今天 行业股软啪啪 好 那我们看电子股 是不是很强 其实也还好 也没有非常的强 好 那我们看行业股 今天长龙 雅明 玉明 一大堆股票 原来大涨的股票 几乎全部都挂跌停板 好 那我们再从 成交指排行榜来原判 到底电子股 这个要不要开始大涨了 来 先看 前面跌停了就不说了 我们看电子股涨比较多的台积电 还有什么华欣科 更正一下联发科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这个四星 还有什么 这个敦泰 对不对 第二一还有一档 这个金豪科 工上涨停板 那我们就由这五档 排面上成交指最大的股票 来研判 到底这带头往上冲的股票 他们是不是多头格局 他们如果是多头格局 当然就可以有机会 带动电子股的反弹 那如果不是 那这排面就是 还是有点疑虑了 好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 好 外资走人 这是昨天的报纸 半导体开始 这个英雄的雄 变狗雄的雄 这是昨天发的利空 今天反而电子股 台积电反而涨起来了 好 台积电昨天在这里 今天反弹了 上来 那我们说股市能软 人自知 人走差量 三个月前 给你发半导体有多好多好 结果半导体涨不动 台积电涨不动 股价跌了乱七八糟 现在发利空了 台积电今天反弹了 很巧妙 那我们看今天的台积电 反弹上来 那请问这隔级对不对 这条线以上还是套牢吗 那我们上档有 一 二 三 四个卖出讯号 连最近这个卖出讯号 压力都还没有克服 目前三线破两线 虽然不严重 但是还没有翻多 对不对 还没有翻多 这台积电的格局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样来看 台积电还不是多头格局 所以你要小心 我们看第二档联发科 联发科这一波从高档打下来 1180跌到近期的一个低点 那看一下900块昨天都跌破了 今天稍微反弹上来 那我们看这个格局 对不起 三线都是绿色都在空方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知道联发科 目前还是非常弱势的 今天反弹 可是它空头格局 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联发科 外资目标要将它降到800块 当时有多好 发现涨不动 开始调降 调降完今天又反弹 赵一鸣的看法没有改变 联发科还是空头格局 好 敦泰 敦泰对不对 三线里面 第一线在多方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在多方 可是你发现第三线在零轴附近 第一线也非常的脆弱 上档已经出现卖出讯号了 所以如果从这个架构来看 敦泰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势的兜头 那格局并不健康 好不好 这是我对他的研判 好 四星那就不用讲 这一波最先下跌 跌最深的股票 跌了八根天半的股票就是四星 一不小心跌了65% 那目前跌深之后反弹 下面两条线翻多 第一线还在空方 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格局 警线压力 当然在这里 不是这一条 在这里 再往上一点 到目前都还没有碰上 那当然是弱势股 电子股五档最强 最前面的 已经讲完四档 都是弱势股 好 最后一档 最强的字一 前面第二页 里面有一个股票涨停板 叫金豪科 工商涨停板锁处 那如果你从一般的 看法来解释 一定觉得它是对的 不然怎么会说涨停板 对不对 那张艾明怎么解释它 我们看金豪科 我们用股神系统 三线架构来解释它 第一线有没有翻多 没有 第二线第三线翻多 可是态势不强 所以我们这压力 还没有克服 有三个压力区 第一线都还没有翻多 它已经有盘整 大概将近两个月了 所以我们如果 从这个格局来看 金豪科还是空头格局 所以我们刚刚用 很简短时间 把电子股最强的 五档成长最大的股票 五档讲完了 对不起 没有一档是偷偷的 所以你现在就说 电子股要马上 决力到完工了 我还不能这样研判 我只能跟你这样讲 我只能跟你说 电子股还是空头格局 小心了 那我们看电子股的现行 没有错 它目前三线 还是破两线 目前还是一样 是一个两线走空的格局 上档有一大堆卖出讯号 一二三四五 这些卖出讯号都还没有克服 那如果要涨 第一个卖出讯号要突破 要用跳空或长门棒 来突破所有的压力区 有吗 那如果明天有 站上压力区 站上压力变支撑 那电子股有三线翻多 我们就看多 那如果没有 对不起 不要太着急 好不好 这是我的看法 台积电我们刚刚讲 台积电格局还是不对的 那我们看台积电盘了多久 四个多月了 高点679 低点518 拉回压回一段了 目前还在一个空头架构里面 那我们看它盘了那么久 很多人不是说台积电多好吗 看到三年三千亿 这个美金 哇 开始在那边吹捧 吹捧了半天 有涨吗 没涨 对不对 还在这里 上面这条都是套牢的 所以表示 光看那个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赵爱敏为什么可以告诉你 台积电暂时不会动 暂时它还是空头格局 我看股神系统告诉我的 几个月前都告诉我 所以我跟你讲 这格局是不对的 所以赵爱敏跟你说 地步没涨 地步就是台积电 母猪没有奶 没有奶水 小猪是养不肥的 这协力厂商一大堆 你不要乱冲乱撞 哇 3.3千利美金 然后乱冲 就赔死了 好 为什么这股票涨不动 原因就来这里 因为母猪生了小猪 可是它没有奶水 奶水不足 小猪就养不肥 所以一大堆 比如说光阳科 帮台积电做什么 这个净水的 冲这个晶圆的 这个水比存水还要存 这当然就算是个 高科技的厂商 可是对不对 这当然不对 这怎么会对 1 2 3 4 5 6 这么多卖出去 让三线走空 这怎么会对 所以你买进去 你怎么会赚钱 懂意思吗 万论对不对 1 2 3 4 卖出讯号都还没有克服 空头格局 这怎么会对 好 红康对不对 当然不对 这空头格局怎么会对 汉唐做台积电五成四的 1 2 3 4 5 这么多卖出讯号 空头格局 它怎么会涨 所以张海铭讲对 懂意思吗 因为用国险系统来判断 是非常正确的 好不好 来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操作观念 观念没有对 一切都是空谈 观念没有对 你股票绝对做不赢 观念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 有一个明星学校的高中同学 是我亲戚的小孩 上了高中 勇敢地参加一大堆社团 跆拳道社 什么口业社 什么合唱团 登山社 什么都要参加 在高中里面 他并没有限制说 你只能参加一个社团 参加一大堆社团 常常有活动 每天在那边搞社团 我就跟他的爸爸讲 他爸爸是我好朋友 你说你这个小孩要小心 心思放错方向了 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 你高中只有一个目的 要考大学 你要玩社团 等大学再去玩 意思是参加可以 参加一个跆拳道社就好了 参加一大堆 什么社都要参加 把心放在上面了 那请问你怎么准备大学联考 他怎么会考得好呢 答案很简单 动不动就什么社团 要活动什么社团 要练习什么社团 你大堆明天要搞那个 最后你功课一定放毁掉了 大学一定考不好 可想而知 我刚才讲 不听 我们尊重小孩 尊重了半年 后悔了 要搞社团 大学再去搞 高中只有一个目的 叫考大学 你高中没有考好大学 连技职学校都不如 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有 像我读嘉义高中的 那个云家第一学府 有那个嘉义高工 汽车修护科 对不对 我们国中同学 有没考上加中 考上加工 嘉义高工 汽车修护科 三年读出来 他会修汽车 那我们高中读出来 什么都没有 什么专场都没有 你只能考大学 所以想想看你高中 就开始在那边搞社团 大学一定考不好 方向错了 股市也是一样 当你方向错了 观念想法错了 你股票一定做不好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讲一个观念 就是宁愿坐在 宾师车上哭泣 也不要坐在脚踏车上微笑 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 你穷 你什么都不能做 现在很多人在家里 没有收入 生活陷入绝境 连水电池都缴不起 那当然就不会有 和言夜色 夫妻感情味很好 怎么可能呢 没钱买菜 小朋友要补习没钱 现在虽然不能到现场补习 也可以视讯 也有很多网路课程 没有钱 没有钱小的什么都不能做 那就吵架 不和谐 所以说贫穷夫妻百事哀 这我高中的时候 就有一个长辈跟我讲 就要好好认真赚钱 贫穷夫妻百事哀 宁愿坐在宾师车上哭泣 也不要在脚垃圾上微笑 当然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老师我要坐在脚垃圾上 哭泣不咸吗 可以 这可以 生活的观念 这个没有绝对 但是股市就不一样 高所操作铁利 铁利是不能改变的 宁愿套在强势股的修正 也不要套在弱势股的反弹 如果你这个观念没有搞好 那很简单 你买的一定是弱势股 手上一大堆弱势股 那你都是带老弱残鞭 你怎么打仗 你怎么打胜仗 不是吗 所以老师妹 操作观念是不能错的 再讲一遍 高所操作铁利 铁利是不能改变的 宁愿套在强势股修正 也不要套在弱势股的反弹 那如果你喜欢买弱势股反弹 你手上都是弱势股 你股票绝对做不好 这样懂意思吗 好 这叫赚钱抬三角 观念先正确 观念没有正确 什么都不用讲 你观念都错了 刚讲了高中就开始搞社团 你大学一定考乱七八糟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那在股市里面 高所事不做 这个也是不能违背的 什么不能做 反弹在前不做 横向指令也没有突破不做 逆势格局不做 空头格局做多单叫逆势 这个趋势不完整的格局不做 不完整就三线架构不完整 这样懂意思吗 这四个不做 也是不能改变的 那我们就举一些股票来做例子 你可能买很多股票 最后不会涨 为什么 一定有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 来 有答 头这边 你看到什么 一二三四五 天哪 一大堆卖出讯号 三线架构转了于空头 你买进去套两个月 两个月 这两个月很辛苦 你看张云在涨停板 你都没有涨停板 你会很难过的 懂意思吗 为什么不对 压力在前 一二三四五 这么多压力怎么会涨 空头格局 怎么会涨 再看一次 压力在前不做 第一个就违背了 有没有 趋势不完整不做 这空头格局 这有完整吗 三线架构完整吗 没有 这压力不是一大堆吗 压力在前吗 当你这个原则违背了 你股票做不严 套一大堆时间 在股票市场里面 懂意思吗 这最明显的例子 你为什么不做这一段 你现在要做这一段 格局不对了 为什么要去做这一段 他EPS很高 又来了 观念错误 方向错误 观念错误 快跑没有用 你买到钱都没有用 套在里面动弹不得 群创好一样 这格局怎么做 比友达更糟糕 压力更多 更沉重 你为什么不做这一段 你现在要做这一段 不对了 违背了高手 事不做的原则了 懂意思吗 好 敦态对不对 你要架构对不对 第二线跌破 第三线不强 第一线也不强 说乱听一点 压力又出现了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格局 很简单 我不会跟他玩 架构不对 但是很多人就在那边玩 玩了半天你也中不到钱 好不好 来 新唐 三线架构里面 第一线对 这是OK的 二三线 二三线就不对了 第三线太短 动能不足 车子没有油 你看看这台是宾室 可是没有油 对不起 在路上吊架 没有油怎么开 你什么车都一样 懂意思吗 动能不足怎么大涨 不对嘛 懂意思吗 加满油再说吧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对不起 就攀在这里 攀20天了 对不对 车子没有油了 好不好 安全对不对 当然不对 第一线都转空了 怎么会对 压力突破了吗 没有 所以你花时间 买来这种股票 再套两个月 套两个月 不是吗 好不好 来 宏海对不对 宏海坐电动车 哇 这个今年很多梦想 宏海是电动车的龙头 老大 老大 组这个电动车联盟 但是你发现 你蛮居一样 这个你套三个月 你看 是不是套三个月了 为什么 压力出现了 三个压力 变成空头格局了 第四个 第五个压力 你告诉我怎么涨 这三个月 张爱民 什么跟你讲 宏海很好 没有 因为我看到了 我知道这股票不对 所以我就不会跟你讲 张爱民解门 很多人在看 那不一定是我的客户 他想看 看张爱民讲了 哪些股票 最好不要去乱追 压力出现 赶快跑 好不好 来 天率对不对 当然不对 第一线转空 第二线转空 第三线转空 这怎么会对 高档出现 上个卖机讯号 你买这种股票 怎么会涨 这样懂意思了吗 好 经济对不对 三线在多方 可是很脆弱 你不觉得这个很脆弱吗 第一线在临走附近 第二线也在临走附近 第三线也在临走附近 所以这格局 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他是一个男人 可是90岁了 在火也没几天 那格局不对了 懂意思吗 好 中刚对不对 一二三 三个卖出讯号 客服了没 三线破两线 连这个站上线的都很弱 你们看这是很弱 所以你这股票对吗 不对 赵云不对股票我不会去买 但是你会去买 你买就套两个月了 你中刚不套两个月了吗 对不对 好 中盟呢 有比中刚好一点点 也没多好 为什么 第三线还是太短 动能不足 所以他长不动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晚品 对不对 说真的晚品牛排很好吃 我也喜欢吃晚品牛排 里面服务都很好 你每吃完一道菜 吃完面包 他就拿这个 帮你桌面清一清 气氛非常好 服务生也都身体 衣服都穿得很整洁 环境也很好 气氛也很好 可是现在股价不好 你不能去嘴 你这种股票买没有用的 为什么 卖出讯号出现 空投格局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台胜科对不对 三线翻多 对哦 可是都很脆弱 三线架构都很短 可是个多头 非常的脆弱 所以我买股票 不会买这种股票 好不好 联罚科刚刚讲了 空投格局 三线转空 零一两对不对 当然不对 转空有一段时间 两个月了 所以如果你买进去 套两个月 是不是很简单 对啊 转空我有跟你讲 没错了 零一两对不对 是不是兜方 第一线跌破 第二线也跌破 你看完就知道 这个当然不对 三线架构 股价在高点 三线构非常脆弱 所以我不会买这种股票 然后希望它能够 掌丁板 掌丁板 你在做梦 做梦不用做 做梦是不会成真的 懂吗 所以你看得懂 你不会买这种股票 懂意思吗 瑞奇店 这不用讲 这空投格局 中阳光 这也一样 这空投格局 压力这么沉重 好不好 所以很简单 股票架构把它搞清楚 当你把每一两股 架构搞清楚了 你不会去买这些股票 你买进去也没用 浪费时间 来 延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压力 三线这么脆弱 还破两线 可以买吗 我儿子小学 小学二年级 我教他看股市的系统 教完之后他也会看 刚才很多蓝色卖出去了 就是不能碰 这三线这个地方很短 或是跌破了 变绿色了 你看这不是两个绿色吗 就比方他跌破了 这种格局就是弱势的 压力他跟我说 爸爸八个压力 两条线破两条 三条线破两条 这个股票不能买 我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就会了 他就会 很简单嘛 一讲就听得懂 这种股票格局是不能碰的 好不好 细创呢 一样啊 三线架构里面 第二线跌破 第一线不强 第三线再临走 这当然是不对嘛 好 怀信科呢 就转空四个月了 那如果你买进去 很简单套四个月 四个月住在套房里面 四个月 没赚钱 心情不好 这个怪东怪西 有些心情不好 会打小孩 我看过 品格比较不好 爸爸不要操作不好 打小孩 小孩爸爸我要补薪 补薪 把把把 你爸就在数钱 你还要投钱 把把把把把 品德不好 这不好啦 操作股票 不要怪东怪西 好 格局对不对 不对啊 那你买进去 很简单套四个月 套四个月 不用多啦 一年套三档就 一年就过年了 四个月 四三十二 你一次套四个月 三次就过年了 不是很痛苦吗 那如果你有股神系统 我就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啊 你会买这一段吗 不可能 这样懂意思吗 是不是很简单 情形 一样 上面压力大不大 你告诉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上档压力这么近 这么沉重的压力 老师三线翻桌 三线翻桌对啊 问题压力在一起不能买 这样懂意思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来 高手是不做 第一个反应在一起不做 有啊 股价在这里 有三线翻桌没错 可是反应在门口 怎么做 这样答案是不是很简单 好不好 来 高手是不做 把它记起来 书在哪里 张明的书 股市里路有写 第几条 五百九十条 这边有写 这书已经出很多年了 高手是不做 第一反应在一起不做 这书上有写啊 第一条就是反应在一起不做 有没有 请问这书反应在一起不做 再看一次 这书反应在一起 一二三 绿色蓝色就压力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 压力在门口这么沉重 这我们当然不能做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好不好 来 此间的关系 遵守纪律回报会超乎你的想象 懂意思吗 会让你非常的开心 张明你都做什么股票 有啊 大盘大跌礼拜一 哎呦 涨停板 涨停板太强了 大盘大涨 开高走低 还是涨停板 张明操作的 他没有什么特色 一定三线玩多 架构很完整 不然我不会买 懂意思吗 东森 六天五只涨停板 昨天为止 你看抢不抢 你自己看 好不好 来 跟自己同行 跟强者为伍 才能迈向你要的彩色 股市人生 现在 做一个动作 拿起手机 打开赛 加好朋友 赞明的QR Code 我的赛给你扫 扫完之后 发讯息给我 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买了什么股票 买了多少张 什么价位 当时看到什么信息去买 为什么套牢 现在应该怎么操作 你要发信息给我 记得留下姓名的电话 不留的我不会回 你也不要发给我 好不好 准备扫描 来三秒钟 好 扫完之后 发信息给我就可以 我会尽速回答你 时间交给 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 策略建议管会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涨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你挑股票 要挑架构完整的 不要挑瑕疵的 你就很容易涨不动 一套好几个月 赞明你都挑什么股票 来 礼拜一 台股大跌255点 涨停板 涨停板 天啊 怎么这么强 礼拜二台股大涨208 变成涨12 开高走低 涨停板 涨停板 如果你挑这种股票 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美好 很开心 心情很愉快 好不好 东森六天五根涨停板了 到昨天为止 真的吗 来算一下 一 有了 15号 16号又涨停板 17号休息 18号又涨停板 三支了 礼拜一又涨停板 礼拜二 开板又涨停板 这样有没有六天五支 那如果你买这种股票 你告诉我 你怎么会不开心 那这种股票 选股方法逻辑 一定有 只要你把它找到 你一样可以碰到这种股票 好 就有六天五根涨停板的机会 来 赵亦敏都马后炮 不好意思 我马前炮 我四千就讲了 的确四千就讲 东森画面 对不对 好 大涨之后 现在压回 压回 今天打到跌停板 那请问多楼科技有没有改变 没有 没有 没有我就不怕 因为我买得够低 懂意思吗 三线架构并没有改变 好不好 来 那我们看题材什么 就是比价MOMO 因为MOMO现在一千六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东森的获利 十四块 去年 今年 去年的获利十四块 MOMO只有十三块八 所以它的获利 比什么 比MOMO还要高 那东森只有东森购物台 的股权25% 就这个题材 会对它带来多少贡献 MOMO涨一波上来 对它贡献度 大概430亿 东森的股本 只有55亿 这个换算说 EPS大概78块 所以这股价 当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高手操作铁力 你应该套来强势股修正 修正怕什么 你买了构定就不怕 三线构没有破坏 来 Oh my God 今天还是开盘 还是工上的涨停板 后来打开了 来我们看一下 拉维修正 那请问多多格级有没有改变 没有 多多架构没有改变 懂意思吗 好 高端就不对了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转空了我就不要理它了 我就出场就不理它 高端就是啊 转空了就不会再做它了 懂意思吗 台康市很一样 今天转空了 所以这种股票 就不要再做了 好不好 来 好 那我们说 Oh my God 就对哦 三线架构并没有破坏掉 还是非常完整 今天手版是116 好不好 它的持有题材就是 立届线一千多块了 懂意思吗 我们挂新贵了 好 带来到EPS贡献度多少 第一季五块多 这不得 难怪它会涨上一千多块 第一季而已 好不好 贡献度对 Oh my God 四十九亿 Oh my God 只有三亿 难怪它涨不停 这样懂意思了吗 好不好 现在做个动作 打开你的手机 赞米的Line给你扫 三秒钟准备好 来 加好朋友 加完之后 发信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任何事故问题留下来 赞米会尽速回答你 时间交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 分析的个别有加证 却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助您操作 顺利我们再会 你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罗拉特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赞米会尽速回答你